講起華語權,我很久沒見,我們趙立堅,我和你分享 微博佬,英文大家都懂得看,污名化中國的抗疫成就 漫畫很清楚,中國抗疫,對著這些病毒進行攻擊 後面有人揮舞大棒,想暗算中國,直接打過來 誰知黃雀在後,黃雀在後,美國正是受到新冠病毒攻擊 美國真的不行,只有50%多接種率,現在的進度相當差 有新聞報道,德塔斯州這個醫療機構開始要強迫員工 強迫意思是說你不打疫苗就炒你魷魚,很簡單 這些責任的東西就叫我無需爭論人權,我有病行不行 這些意義不是在他的考慮裏面,不要再講式辯論 總之一句話,疫情很嚴重,尤其是醫療機構 僱主開始說,如果你不打針,你不接種,拜託,不要做 香港當然沒什麼魄力了,香港還在想一下,教師會打不打 科大有魄力,科大有 大部分這些所謂專業教師團體都說我不打針 連專業的醫療團體都說我不需要打針,我自由 你看看這些對付疫症,美國就不行 不過美國開行這個機器已經說掌握到 從這個情報機關掌握到中國這個武漢實驗室洩漏的證據 所以準備搞大龍蜂,好,看看什麼叫話語權 中國不只是在奧運表現話語權,很簡單 硬起來,硬到你不相信 有一個這樣的研究報告招待會 美國第一,美國抗疫的真相,這些大家看到 人民大學,國內機構找一些外國專家一起去談 美國主要是針對美國在抗疫中 經常說自己是第一,中國不知道第幾 不知道第六還是第九 現在很認真地做一個報告告訴你 原來美國什麼都不行 報告用客觀的事實 我說出來大家就不要拍手掌 美國是當今無愧的全球第一抗疫失敗國 全球第一,政治脫落國 全球第一,疫情擴散國 全球第一,政治撕裂國 全球第一,貨幣濫發國 全球第一,疫情動盪國 全球第一,虛假訊息國 全球第一,索原恐怖主義國 真是好像用排比一樣數 這個報告我沒有看到原文 看到我都沒有資格去評論 這些是屬於科學性、醫療性、公共政策方面的問題 不過中國這麼高調反擊 又要開始這個索原問題 將會是一條戰線 所以擺出一個非常強硬的態度 數下來 剛剛聽到這麼多,美國第一 US as number one 這件事對於國內傳媒來說 相當著力地去宣傳 起碼我們這個國內的公知 即是不要說我們清醒的國民 或者是紅包 以國人來說最大阻力的是什麼呢? 公知 方舟子 14歲的,傳紅蟬 他們只會跳水 他不懂得說 本來是人性方面的 方舟子是什麼呢?公知 最臭的 有些說回以前 美國 這是幾年前的 美國是教英文的 中國人來的 教外語培訓班 不知什麼博士 他都幾紅 當年 幾年前說 美國完全沒有金牌主義 不在乎這件事 我們有個笑話說 原來美國那些 游泳冠軍 小時候在他家裡的浴缸訓練 難怪沒有跳水 你家裡沒可能會換水的設施 即是嘲諷你一番 美國人就浪費了錢 去培訓運動 都非常在乎 打這個生化體育戰 不為餘力 這個攔截俄羅斯、蘇聯 相當之高明 不在乎獎牌 每個人都開心 說你都不相信 好了,看完美國第一 即是回顧美國第一 再給大家看看 一些聰明一點的事情 中國是什麼精神呢? 不是什麼叫做 爭牌 民族主義 YYDS 你聽過這個詞嗎? 沒有 什麼來的? YYDS 原來是一個網友 一個用語 這個就是 永遠的神 湧揚德神 所以用頭的英文字幕 YYDS 中國就是這樣 永遠的神 永遠的神 即是 一種叫做 油沖的一種打氣 而人民日報 都用YYDS 去解釋 蘇炳 雖然沒有任何牌 你可以用 失落於東京 但都是用YYDS 永遠的神 即是說我們創造了一個這樣的歷史 創造了一個這樣的成績 即是你是威脆 用神的意思 即是比較誇張 現在中國真是和美國在打手瓜 即是剛剛東京奧運會完結之後 這個手瓜都相當之硬 第一件事 在海南島對出西沙 雲島有10萬平方里 封閉了我們做軍事演習 實彈 你進來 如果你想過來 控制 打死 你沒有命陪 這是他發出這樣的軍演令 即是說你不要搞搞陣 第二件事 美國都不示弱 四國的聯手 美國、日本、澳洲和英國 亦都在印太區發動這個軍演 明顯指向 當然是中國 同一時間 美國一個自主 搞的2021年大規模軍演是全構性的 開月17個時區 告訴大家 無論在印太也好 在全世界也好 美國還有統治能力 與此同時 打響 這個洩漏索源 病毒的輿論尖 甚至是一個法律尖 因為他講到制裁 甚至可能索償都未受 索償不到他 什麼錢都不壞 又可以 種種施壓 不過同一時間 在零下 即是在西北地方 中俄軍演 雖然你說不在海上 不是很大規模 都是幾個 十多個方隊的演練 但是 一個色羅 告訴你 若然逼得緊 中俄結盟 也有份 即是說你 美國單方面 起到遊役 或帶著你的四個權 甚至北約好 或者歐盟好 你搞軍演 鬚鬚鬚的時候 你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雷若然逼得緊 中俄結盟也有份 原本大家都是一個準 軍事聯盟 即大家都合作 如果你搞得太離譜 壓迫太大 基本上 中俄可以留守 俄羅斯騷過肌肉 飛去夏威夷 走一趟 在黑海 又不輸人 又不輸陣 反而英國不知所謂的 衛藍 進去被人趕又說不認 被人開炮又不敢認 然後去到地中海 游騷 有水下超音速導彈 中國也很不客氣 今次的軍演 與2016年的軍演有點不同 2016年的軍演 是南於東海 北海三大艦隊一起湧過去 南海西山的地方 逢美國曬馬 即當時古巴馬 今次大型的中國軍演 只是用南海一個艦隊的軍力 意味著什麼呢 中國軍力有進取 相當之大 我只擺一個 即當時沒有這個航母 今次有航母 應該有東山艦 還有一大堆成百艘的 戰鬥導彈的驅逐艦 擺明 即是根據胡錫進說 不是我說 在南海一個人怕打仗 不要有軍演 是你又過來 找一航 俄司就準備好了 起碼我和中國有軍演 在西北地區 種種跡象來說 是否打仗還是曬馬呢 不知道 不過美國已經一次又一次 預演和中國 進行全面性戰爭 不要說今次完了沒事 有第二次 已經今次第二次了 有第三次到第四次 直到你中國國力 軍事經濟外交 科技完全趴在美國車 你才可能解除了這個威脅 又是那四個字 拭目以待